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商场的电梯咬住了孩子的手 出门游玩 孩子却突然不见踪影 他们能否安全脱困 隐藏在身边的危险又该如何防范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 警惕孩子身边的危险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孩子是每个家庭的中心 是全家人心中的宝贝 他们的安全问题更是头等大事 然而有的时候 生活中有些危险 很可能就隐藏在身边 就比如今天节目里头 有几个孩子的这个 遭遇的危险 就让人十分的揪心 首先是2022年5月1号下午3点 山东资博消防的接到了报警 说一名六岁的男孩的这个手 就卡在了电动压面机里头 拿不出来了 而且血流物质 情况危急 消防人员赶到现场一看 这也是十分的惊讶 发现孩子的手卡在压面机里面 正在嗷嗷地哭 孩子的妈妈抱着孩子 情绪非常激动 被卡住手的男孩六岁 初步检查 小小小的发现 他的左手的 被电动压面机的这个滚轴 转进去了 剧烈的疼痛 让孩子不闹不止 对孩子的这个家人说 平时他这是不允许孩子 进入压面机的那个房间的 但是这次的 因为家里的人都在忙 就忽略了 偷偷跑进去的男孩 这就出事了 孩子就因为手卡在压面机里面 一直叫疼 嗷嗷地哭 根本无法配合我们的救援工作 当时消防员拿着手电筒 好一阵观察 发现救援的难度很大 因为当时我要进行破拆 所以我对孩子的手 进行了仔细的观察 发现孩子的四根手指 已经全部卡在压面机里面了 眼见着孩子的四根手指 都被紧紧地 卷进了一压面机的中架 大家都很着急 家人告诉消防员 他们报警的时候 自己也拿了很多的工具 准备把这个电动 一压面机给拆掉 但是这种电动机械的 结构很复杂 一点轻微的晃动 都让孩子疼痛难忍 这该怎么办呢 很快 这个救援人员发现 虽然这种压面机的 这个机械结构 的确是复杂 但是工作原理很简单 烹电情况下 通过两个转轴的转动 将面团压成面皮 现在呢 因为在转动挤压的过程当中 受到了外力 这两个转轴呢 就死死地咬住了孩子的四根手指 前后都动捂的 拿手 拿手 拿 快点 眼见着转轴当中 有几厘米的空隙 消防员的第一个想法 就是准备了一个撬棍 把这个间隙扩大 这样的话孩子的手指 也许就能够出来了 这是当时最稳妥的救援方案了 但是经过几次尝试 大家发现根本就无法 撼动这个酷撞的轴承 消防员势态性的 加大用力的时候 反应这个反应非常强烈 轴承会随着扩张器的扩张 随之而转动 会对儿童造成二次伤害 没错 最难的点就在这儿了 只要用力 两根轴承就会转动 一转动孩子的手在里头 就会被压那个面皮一样 疼得受不了 怎么办呢 随着孩子的手指 这夹的时间慢慢变长 消防员发现 他的手被卡的地方 已经红肿淤血了 他们必须得考虑 先固定住这个齿轮和轴承 当时我们决定用撬罐 对齿轮和轴承进行固定 再用液压扩张器进行扩张 把轴承固定好之后 消防员就开始使用液压扩张钳 尝试撑开那个小小的缝隙 救援过程孩子一直在哭 我们的救援人员和孩子的母亲 一直在不断地进行安抚 孩子巨大的哭声让大家的心 焦急又紧张 不过让人松了一口气的是 随着液压扩张前的启动 轴承之间的缝隙一点点变大 有了一定的空间 消防员又开始尝试轻微的转动 两侧的轴承 试着要把孩子的手揉出来 轴承背一点点的转动 孩子的手指也终于红颜安全区别打出来了 但是孩子的伤势显然比预想的还要严重 手不流血不止 当时不等救护车来 消防员马上开着消防车 就把孩子紧急送往了就近的骨科医院 途中呢 消防员把孩子受伤的情况跟医院做了沟通 医院里边也提前做好了准备 为孩子争取抢救时间 当时孩子来的时候 整个手血肉模糊 皮肤颜色都清紫 血流不止 整个手掌肿胀的厉害 皮肤完全裂开 有些部位血管和神经都有裸露的情况 经过医生检查 孩子伤得非常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 很可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此时等待病房外的母亲呢 那是后悔不已 这么大点的孩子还没有危险意识 一不注意就很容易出事 好在后来医生做了详细的检查 因为抢救和送医都比较及时 孩子的手坏死的组织并不多 他们表示有信心可以让孩子的夺手 恢复正常的功能 孩子妈妈揪着的心 这下终于放下了一些 只能说是万幸 然而社会当中儿童安全问题 真的是需要一起重视 这个孩子是被卡住了一只手 接下来这孩子呢 是整个身子都被卡住了 也是2022年的5月份 山东辽城消防人员 接到了一报警 说是有一个三岁的女孩 在家里头玩耍的时候 被卡在按摩椅里头 动弹不得了 消防员立即就赶到了现场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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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贵了 你现在有哪里不舒服啊 你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 这个被卡得哇哇大哭的 女孩呢叫果果 她又是怎么被卡到这里头呢 孩子的家长说 也是因为一时舒服 事发的时候果果独自 爬在这个阳台上的按摩椅上玩 一不小心呢 就掉进了按摩椅的这个窟窿当中 这种按摩椅呢 大家可能都见过 这种窟窿原本就是这个按摩椅 放置头部的地方 因为果果身子小 一下子就掉下去了 瞬间这腹部就紧紧地 卡在其中 无法挣脱了 包放开来的吧 包放开来的 倒也不该分麻烦 因为按摩椅是由铁木板 海绵棉部组成 我随即拿过旁边一把剪刀 对棉部和海绵剪掉 一边剪海绵的同时 消防员也尝试着轻轻地提拽孩子 但是果果的身体就被卡死了 根本就无法动弹 在狭小的空间里头 果果硬是在哭闹 满头是汗 如果长时间救援不出来 可能会对孩子造成脱水 再一个就是 长时间挤压 会对腹部器官造成二次伤害 所以必须要尽快把果果救出来 清除了这个按摩椅 外部的粘织物之后 消防员就开始小心地 对椅子进行了切割分离 当直线剪切时 当工程剪切前 拳头脚不到 孩子被卡那个圆孔处 由于孩子所困的这个按摩椅的洞口太狭窄了 消防员操作工具的过程当中 逐渐接近了孩子的身体 这就很容易压迫到果果的腹部 大家就只能平下来了 我随机改变方案 对木板进行三角切割 经过切割 消防员看着这个木板的结构有风动了 再加上一些外包的粘织物的去除 困住孩子的洞口有所扩大 他们就尝试了要把孩子捞出来 但是试过之后呢 孩子还是卡在里头不能脱困 果果不停地喊着害怕 大汗淋漓 消防员也一直提醒家长给孩子补水 安抚好果果 那怎么办呢 为了避免对孩子造成二次伤害 消防员拿了几把很小的锯条 试图把那个按摩椅一点一点的锯开 我顺势拿过锯条 对木板进行拿切 当拿到一厘米左右时 改用小钳子 对那一厘米小木板进行掰扯 经过不懈努力 消防员终于把孩子被困的这个部位 切割出了几厘米的锅口 随后用机器把这锅口扩张 被困了将近半个小时的果果 终于成功脱困 可以大口呼吸了 经过一个后期的电话了解 了解到这个孩子 经过医护人员的检查 没有出现身体状况 已经开始正常生活 去上幼儿园了 果果最终是没受什么伤 这让人很欣慰 不过看完这两件事呢 确实让人没想到 一个压面机 一个按摩椅 都是很平常的生活用品 居然会引发这样的危险 谁能想得到 对孩子来讲 有的时候危险 就是来源于一些不起眼之处呢 这两起都是发生在家里的安全事故 那么室外呢 孩子的安全问题就更不能忽视了 比如接下来这孩子 他的整个手臂竟然卡在了不到一厘米的一个商场电梯里头 那这是怎么造成的呢 孩子最终能安全得救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 刚才我们说了两起发生在室内的安全事故 让人捏了把汗 但是带着孩子出行啊 更有可能会遭遇到难以预料的危险 2022年5月5号中午11点20分 山东泰安某商场执币人员正在换班呢 突然的巨大的呼喊声 打破了银行 当时呢我正在贵族做自己的贵族事务 当时就听见这个电梯的这个位置 有小孩的哭声 再又是有大人的这个呼喊声 大家纷纷地跑过去查看 结果这就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当时我过去看见的时候 就只能看见孩子的这个位置往上 当时是看不见孩子的手掌 还有这个手腕这个位置 孩子就是这样侧养的这个位置上 孩子这是怎么了 好在当时电梯附近的商场工作人员 第一时间就把手扶电梯紧急制动了 大家这才看清楚 一个母亲带着小男孩在乘坐手扶电梯的时候 孩子的手啊被卷进了这个电梯的缝隙 大人呢当时就一直在抱着孩子也不自声 然后我一看还是应该是有身孕 还有这个怀孕情况 然后我也跟他说了 我说不用这样很着急 然后这边呢咱先给他一个空间 让孩子呢这个能够这个不哭闹 先让他问问他的这个意识清醒不清醒 孩子妈妈怀有身孕 孩子呢又被手扶电梯给卡住了 现场的情况看上去是非常的棘手 因为我感觉是当场我们公司包括在场的人员 应该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所以说我又跑到我柜台上去拿出手机来 去赶紧拨打了119 不到五分钟 消货员就赶到现场了 顿时他的意识也感受到了紧张的氛围 当时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 周围已经有很多人在那观看了 而且明显的感觉空气比较压抑 而拨开人群一看 情况更是让他们吓了一跳 他们发现孩子的整个小队呢 被卡在了非常狭窄的两节电梯的送席之中 动弹不得了 这个小孩的情况 就是整个那个缝隙也就是有一厘 一不到一厘米 大家咱们可以想想 咱个小孩的手臂 他下进那个一厘米的缝里 确实很害怕 当时是卡在两个这个电梯的梯级缝里 我也是有孩子的人 当时我没可能只要小孩一哭的时候 我感觉我也是那种浑身无力的感觉 就是感觉很心疼 不知道从何下手 消货员也是心急如焚 这个时候他们也注意到了背卡 还不叫妈妈 还有身孕 顾不上自己的身体状况 他一直都爬在电梯上抱着孩子的头部 配合着消防员施救 他得往上实在不行 你把这个电梯的踏步给他往上看 活动一下 他应该是挤到那个两个踏步之间 那个缝里了 你看到吗 好 你出来吗 把什么拿出来吗 出不来 出不来 但是踏步踏住了 踏步踏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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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了现场的情况 小白员迅速制定了救援方案 他们决定先用撬棍固定地卡住孩子手臂的这个缝隙 以免救援当中出现二次伤害 同时呢 大家尝试拆除电梯的护板 进一步观察孩子的手背卡的这个距离情况 先把这边的这个围裙板开掉 然后扩大我们的这个救援空间 经过近二十分钟的紧张救援 消防员清晰地看到孩子的小臂是被卷进了两节电梯的这个 合并夹缝当中 想要把孩子的手拿出来 必须得把这个缝隙撑开了 利用撬步从远端到近端的T4 然后把这个T级之间的这个空间给扩开 这样方便把这个手可以拿出来 如果头稍微尖一点的嘛 尖一点细一点的 你那请问我看一下 哎你跳这边哪边对的 是吧 这请问是 你跳这边 整个都会挺 只要插着身就行 你这找一个缝 找一个缝 这边跳鞋了 你这边的叉 好 好好好 我这边进去了 我来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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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幸的是 翘棍终于把缝隙撑开了 孩子的小弟也终于被拿了出来 他得上医院 医生医生医生 医生快快 快快 不好意思 恭喜 恭喜 来来 来来 这死的 不好意思 危机初步解除 被困的孩子也慢慢平静下来了 不再哭闹了 现场简单的包扎之后 他也很快就被120送往医院了 幸运的是通过详细的检查 孩子只是腕部有骨折症状 还有一些皮外伤 大家担心的这个血管和神经的损伤并没有出现 没多久 孩子就出院了 不过经历了这件事 孩子的父亲想想都后怕 现在这个小朋友也是处于一个很调皮的一个阶段 尤其是这个年代 必须得在生活中 去这个 及时的去教育普及一下这个安全意识 然后一些危险的场景 危险的动作 在平时就尽量的去给孩子更正一下 这位父亲说的没错 这种安全意识教育非常有必要 尤其像手扶电梯这种容易发生危险的地方 如果孩子能够多一些安全意识 有些危险或许就可以避免 山东自播的王女士对此也是有体会 2022年5月 她也遭遇了同样揪心的事 王女士说呢 是这样的 那段时间呢 她因为十岁的儿子这个学习发了难 当时不是疫情吗 疫情就是孩子在家上网课 然后呢 她整天在家玩手机 不和和上学 不和上课 当时王女士的心里头很着急 而且那段时间里孩子的势力也急速下降 她就决定带着儿子出门去转转 王女士的想法挺好 可是一上车吧 就发现问题了 没想到她在坐在车上 就是一路 就是手机眼睛就不离啊 看着儿子还在玩手机 王女士的心里气就不打一处来 但是她强忍着情绪没有表现出来 只是到了风景区之后 没想到儿子还是眼就不离他手机 压根就没心思看风景 王女士说她当时一下就怒了 直接就收回了手机 放进了包里头 让王女士 说自个儿并不在意 以为儿子只是怒气 离开一会儿 可是等了将近二十分钟 这孩子还没出现 眼见着山上人越来越少了 王女士就开始有些担心了 这个树木也多 挺危险的 很多地方都有那个悬崖 王女士越想越害怕 这个满山景区主峰高六百多米 万一从悬崖上跌落了 后果不堪设想 她觉得不能再等了 于是就开始沿着山路寻找孩子 我就围着 就是我看不见她的地方 我就围着走 那这桌子在山里太大了 是啊 如此大面积的山林 王女士一个人 怎么可能会找得着 她赶紧就拨打了119 向消防员寻求忙碌 全体注意 全体注意 现街指挥中心 有个警星 就是在满山附近 小海走失 现在我们三成三处 为了争取时间 消防员到达现场之后 立刻兵分三路开始寻人 与此同时 他们也在积极地和李女士 做着沟通 我从啥小上来 我没帮小走 肯定就是说 跑着上去 你不要着急 我都打饭 你从这边过来 一路上 消防员不断地汇总信息 这个规划的搜救范围 但是大家找了一两个小时 还是不见孩子的踪影 这就不有点担心了 会不会真的遭遇了危险 怎么办呢 因为母子俩最后分开的地方 是在山顶 于是消防员又重新整理了 附近的公共视频 经过逐一查看 仔细甄别 大致确定了孩子出走的方向 再次缩小了搜寻的范围 在规划的范围内 消防员一直在山路上搜索 喊孩子的名字 王女士也一直跟着找 最后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寻找 一堵消防员终于在山间的一处空地上 找到了王女士十岁的儿子 当时王女士一看到儿子 她是寂寂动又生气 你怎么看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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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来啊 你怎么看你啊 你怎么看你多急啊 走到一心啊 不行 不要着急啊 走到一心啊 你走到一心 当时一看见她的时候 我挺生气 我想打她 咱那个消防队对那个啥 都拦着我不让打 说应该跟孩子好好交流 是吧 好好说 然后我自己也压了压火 也是啊 不能跟她吵吵 王女士是不能太激动 孩子还小 看来以后啊 还是得好好地引导沟通 看来今天的节目呢 可能很多做父母的这个心情 不会太平静 今天这四个孩子 都是十岁或十岁以内的 像这个年龄的孩子 的确好奇心都很重 叛逆心也挺强 我们一方面要保护孩子 有探索这个世界的勇气 同时要防止他们的身心 受到外来的伤害 这对每位家长来讲啊 都是不容易的事情 这就需要每位父母 更加信心地 承担起因尽的责任 在2020年修订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 就规定了 未成年人的父母 或者其他监护人 应当为未成年人 提供安全的家庭生活环境 及时地排除 引发触电烫伤 跌落等伤害的安全隐患 教育未成年人 遵守交通规则 防止受到交通事故的伤害 提高户外安全保护意识等等 另外呢 对于低龄儿童 也有专门的规定 不能让八周岁以内的 无迷失行为能力的人 或者是身体有特别需要的 这个未成年人 处于无人看护的状态 还对于孩子的安全 监护人员是负有法律责任的 所以需要希望每位家长呢 都能从这几个案例当中 吸取经验教训 提高自己的安全意识 也加强孩子的安全意识教育 尽量让我们的孩子 不要再经历类似的危险 各个都能够平安健康的成长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大家在身边 有什么喜欢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聊聊方式 告诉给我们 好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 好 各位观众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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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